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 位于距离韩国全罗南到东偏南方向约185公里处 预计卡努将会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会逐渐减弱 卡努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在韩国南部沿海登陆 登陆后强度将明显减弱 随后从韩国西部移入黄海东部 11号早晨将在朝鲜西部沿海再次登陆 12号上午移入我国境内 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